大家好,我是Dan Mix是2022年2月22号 以Lily、黑文、Sorion、Gini、Pay、Giu拒进 七位成员出道的女团 但是在2022年12月9号 Gini退团后 目前已六人体制活动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Mix成员们的出道经历 在澳洲长大的Lily 父亲是具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的澳洲人 母亲是韩国人 她的母亲在澳洲留学期间 遇见了Lily的父亲 并在澳洲举行了婚礼 一直在澳洲长大的Lily 从2010年开始搬到韩国富川市 生活了一两年 并在那里的一所小学读书 在那期间 她出演了MBC的多文化希望计划 我们是韩国人 和英语教育节目English Egg 还参加了韩国儿童模特选拔大赛 在澳洲她还担任了儿童乐队ASH的主唱 并在儿童电影中担任主演 2014年满12岁的Lily 参加了Kpop Star的第四季 成功打入前四强 在该节目之后 Lily与JVP娱乐签订了合约 成为练习生了 而在出道前 Lily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练习生 她参与了 Orange Mama Lady的OST 以及K7的Nigaman的PunkBuy 并在207年 Kpop Star第六季 决赛特别舞台上演出 2021年11月 JVP娱乐的官方YouTube频道 公开了Lily的歌唱影片 确定了她的出道 之后在2022年2月 Lily度过月七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最终以Mix出道了 海文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因英文老师播放的乐团 Temus的演唱影片 深受感动 并开始有了当爱独的梦想 2017年 海文参加了 有1万多名报名的JVP女团 公开争选赛 成为JVP娱乐的练习生 当时她演唱了Pyonset的Haru 练习生时期 海文以优秀的歌唱和舞蹈技巧 收到JVP娱乐家族粉丝们的关注 Twist的Nayan在直播中也提过 月末评价当时 海文所唱的歌曲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海文在度过5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成功以Mix的队长出道了 丑林曾经受母亲的安排 参加过最美婴儿比赛 并赢得了冠军 小学时 她也曾担任全校学生会会长 并因表现出色 被誉为模范生 直到6年级的时候 丑林在乐队中担任主唱 从而对歌手产生了兴趣 后来在念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一位特邀讲师来到了学校 一眼就向中丑林 并推荐丑林去JVP娱乐参加选秀 丑林在一次试金后 正式成为JVP娱乐的练习生了 其实除了JVP娱乐之外 丑林在2019年也成功通过 SNYG 陪伴他既有TS娱乐等 五家娱乐公司的市井 但是因为曹琳喜欢TWICE 所以最终选择加入JVP娱乐了 之后在多过两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以NMISS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吉尼在幼稚园的时候 因为在电视上看到KARA的MISS的舞台后 开始有了想成为歌手的梦想 到了小学五年级 满11岁的吉尼 通过在舞蹈学校召开的试镜 成功进入了JVP娱乐 之后在多过七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以NMISS的成员正式出道了 但是在出道10个月后的2022年12月9号 吉尼因个人原因解除了与JVP娱乐的合约 并退出了NMISS 培以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跳舞 但是并没有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直到2017年中学二年级的时候 培以在放学的路上 被JVP的星探发掘成为练习生了 2022年10月8号 他的舞蹈饭跳影片被公开 获得了火爆的人气后 最终在2022年2月 成功以NMISS的成员出道了 齐舞从小就有着当歌手的梦想 2018年满13岁的齐舞 参加了在舞蹈学院举行的JVP娱乐的争选赛 齐舞在第一轮试镜的歌曲是 Tayn的Yoransi Sibibun 舞蹈是Twist的TT 第二轮则以自由风格的舞蹈通过了试镜 进入了JVP娱乐 之后在度过严格的练习生生活后 成功以NMISS的成员出道了 因为父亲从事音乐行业的音响 曲今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从幼稚园时期开始 就有了想要成为爱豆歌手的梦想 小学五年级的曲今 通过在舞蹈学院召开的试镜后 于2017年10月28号 进入了JVP娱乐 最终以歌唱研制Rave舞蹈 各方面能力出色的NMISS全能盲 正式出道了 同胜面也好